哈囉大家好 我是明依哥 明依哥要跟大家說明一下 現在是我們的連續假期 那因為很多民眾反映這個行川線人行道的問題 其實在德英國小跟物國小都有這樣的問題 那事實上我在網路上面回覆也是一樣的說法 這就是要便宜行事 因為這裡的斜坡道跟對面的斜坡道非常靠近路口 那既然我們把這個地方打開來了 讓它更安全更舒適的話 不應該才是這樣 所以這個行川線要往後移 移到這個地位 所以這要往後移 那個地方也往後移 這個部分我會來把它完成 那你可以看到這個空間打開來以後非常好 可以看一下非常寬闊的空間 這邊將來是很通透的很寬敞 連櫻花都開了 未來這邊我們可以再加重一些 那個櫻花都已經開了 這裡連著放我們會把它做很通透 電線桿移開非常的順暢 到這裡已經做好的路燈的基礎 結果我們的要求 我很謝謝這個廠商 願意配合 再做調整項後 讓這個廣場完全是通透的 不要又因為兩根的路燈 柱子在這個地方 破壞了這個關場跟順暢 那在移的同時我發現到了 既然台電的電箱更誇張 台電的電箱把我們最重要的地方給佔據了 我繞到那一頭來跟大家做說你會更清楚 那同時呢 現在看到這個電線在這邊非常複雜 這三根電線桿我們會把它移除 在移除之前呢 因為它電線要下地 所以會有這個電箱的問題 原本電箱我把它設計在後面去 那他們因為這個施工的上面 其實講白的它是為了要好做 但是這樣不好看 那台電呢 做事情真的是很 最重要的地方 連我們的這個警衛室 我都從40尺貨櫃把它改到20尺 原因是什麼 就是要讓這個廣場更開闊 如果這個鋼燒到我站的這位置 這邊只剩下一米多 失去了這邊的意義 所以我把它縮短了以後 這個廣場就開過來了 這個貨櫃呢 可以看一下20尺 原本是40尺 貨櫃已經放下去了 也是我來勘察的時候 發現到有無緊急落車改 如果不是這樣改的話 這個地方 這個貨櫃是指直到這個地方 這邊只剩下這樣 你那邊在寬敞這邊都沒有用 所以我們整個動線的改變 希望讓這個順暢 我們包括接送區 包括校門口的退縮 包括人行廣場的退縮 希望一氣呵成 不要一個貨櫃放到這個地方來 改好了以後 既然台電在這個地方 又搞成這種名堂出來 所以這個部分 我剛才請急要求他們 這兩個 100跟50的 這兩個變電箱 移到後面去 這個地方 我要讓它保持乾淨 所以未來這個地方 把它做一些美化 這個人行道 這個廣場是暢通的 是讓它暢通 現在變成最重要的地方 電線桿移開了 環境做好了 既然放個電箱在這邊 我再一次說明 台電不要因為好做 造成不好用 公共工程 每次都是這樣亂搞 人行道好像變成他家的 我真的看得很生氣 花了這麼多的時間 這麼多的心血 把學校的空間都做出來了 結果你看 最重要的地方 做成這個樣子 所以我緊急 剛剛聯絡了我們的 市府的單位 禮拜二 我們馬上要叫他做調整 這兩個電箱 我要移到後面去 讓這個地方完整 是一個接口 是一個節點 未來我們把它包覆起來 做美化 這個廣場就會很乾淨 很寬敞 現在是站在這個地方 最重要的這個節點 本來被破壞掉了 所以今天我來到現場看了 我很生氣 做這個事情真的不用心 一點點的不用心 就可能發生很大的公共災害 相同的 因為好做 我們不好用 所以我希望要求把它做調整 讓這個地方一次把它到位 做完善一點點 雖然是假期 我們還是要求他們 一上班馬上做改正 我剛才已經電話中要求 大家如果發現到 有很多不得體 或者是不正確的設計 造成大家用路人不好用 不安全 隨時跟我們反應 我會到現場去了解 這個人行道行川線 我會把它做修正 這個部分我要求 做改正 否則我們花了那麼多心血 把這個電線桿拔掉 把這個廣場做出來 就最好的地方 各位可以看 在這個假期期間 我看到這邊我真的很神奇 我們會把它做一個修正 跟大家做說